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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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放了一个这个R资料科学统计的一个线上的课程 那麻烦各位呢 务必这边 因为我们这次并没有买教科书 所以说教科书的部分呢 请各位一定要先上去看一下 那老师看一下 应该是在这个部分 你点进来的话 应该是这一个教材 看一看是不是这个教材 老师 我再点一下给各位看 看是不是 因为有蛮多还不错的教材 这个 那我就是在另外一个网页开起来 给各位看一下 好 那这个是一个林老师 他还蛮有心的 把R的一些基础 还有一些进阶的课程都放在这里 所以说各位务必 有任何的问题 老师上过的课的内容 可以的话 你们就一一的再从这个地方去学习一下 好 那老师先提一下我们R的基本概念 这边老师上次下载R跟下载RStudio 这边各位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还包含了套件 这些之前都讲过了 那再来就是我们前一两个礼拜提到的 这个所谓数据 数据里面有所谓的向量 什么是向量呢? 就是一维 就是一个序列的向量 还记得吧 那这个向量 我们以前是单一的一个因子 一个因数X等于5 但是我现在可以X等于一系列的5 10 15 20 25 那这个叫做向量 一个vector 好 那麻烦各位可以的话就把它去看一下 那产生一个向量呢 我们就用一个C C是做combine 组合的意思 好 那这道科学里面呢 老师上次也谈到了所谓的metric 举证 那也谈到了list 这些都是基本的概念 麻烦呢 各位有兴趣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去阅读一下 那老师今天大概要上的部分呢 是做所谓的资料科学里面的视觉化 各位可以知道 视觉化其实是在我们理解资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程序 如果只有用文字数字的部分 其实很难看到我们这个资料所代表的意义 好 所以说请各位呢 我们今天大概会进行到第五章 好 那再回到我们的iLearn上面 好 回到iLearn上面 我们今天24号的课程里面这个讲义 请各位务必 以后一定要把它随时的去看一下这个线上的教材 那再来这边有一个是今天我们各位要练习的 以后你们R要产生这个R的环境 而且是在Google的collab上面 产生的这个环境的时候 请各位点选一下 好 一样我们在另外一个网页去打开来 好 还记得吗 这个是老师分享的 请各位要做什么动作 你如果说要自行建置一个R的环境的时候 当然你一定要先登录你的自己的Google的账号 好 那接下来就可以去把老师的这一个程式 这边的hyperlink 可以去把它点选 或者是copy 之后呢 贴到新的这个搜寻的部分 你按一个enter 因为已经在你Google的账号了 所以说呢 直接它启动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一个新的R的一个开发环境 请各位务必一定要用老师的这一个hyperlink 才有办法去启动R的环境 因为一般来讲 Google的这个collab 它预设的环境是python 那你也可以去check一下说 你这个环境是不是R的环境 那在这边 执行阶段里面 这边有一个变更执行阶段的类型 好 看到没 这边它就是做R了 这边就没什么问题 好 那就取消 好 那当然你们就可以自行去做 好 这个以后记得了 好 这边就可以自行去建立一个你自己的这个开发环境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第三个部分 好 在0324的这个课程里面一个第三个 这个是老师已经写好的脚本 在collab上的脚本 麻烦各位点选一下 一样 在新的页面去开启 好 那这个是老师今天的教材 叫做资料的视觉化 那我们用的这个套件叫做GG PROC 2 那麻烦各位 这个是老师分享给你的 那请你自行建立你自己的collab上的程式 可以把老师的这个程式 copy成你自己的程式 那怎么做 老师做一遍 在档案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档案是江老师分享给你的 所以说你在档案这个地方 他这边有一个在云端硬碟中 储存副本 也就是copy老师的程式 存到你自己的云端硬碟 也就是Google的云端硬碟 好 老师做一次给各位看 好 点选 他现在开始正在建立这个副本 也就会再帮你开启一个网页 那这个网页的时候 各位看到 这边应该是你的账号 不是老师的账号 好 来看一下 老师原来的程式 就叫做R语言 资料 视觉化 GG PROC 2 Steve 那麻烦你一下 回到刚才产生的副本 产生的副本 它都会依据老师原始的程式 的档名字一样 那它再加上一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Mark 索引起来之后 多一个副本 所以说麻烦各位呢 一定要去做更名的动作 Rename的动作 那因为副本不用 就把它删掉 记得 好 删到B开头 这个 删到这边就好了 那一样前面这边多了一个 这个引号 删掉 那你自己改你自己的名字 好不好 这边改你自己的名字 改你自己的名字 如果说我们统一了 统一你就把它定成一个叫做R 财经 财经 因为我们财经的课程 好 财经 然后写上你的学号 学号 比如说老师的 假设你的学号是100号 然后写上你的姓名 那老师姓名叫Steve 那当然你可以写上你的中文姓名 好了之后呢 就按一个Enter 好 这时候呢 这一个就是你今天要缴交的作业 老师已经给你了 所以今天这个礼拜的作业很简单 你就是把这边做完 那后面的当然老师要你练习的 你就直接再做练习 好 OK 给各位一点时间 那记得 这个时候已经存档了 你还确定要再存一次也可以 档案 儲存 它就存档了 好 这一个副本 已经是你自己的程式了 你自己的程式了 好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 Colab上面 好 那Colab上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不知道你有没有 在这个 左边这边呢 我们称名叫做Navigator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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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浏览的方式 你可以在这边打个叉 好 这个老师的程式码在这里 那老师大概的解释在这 等一下就会上课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Colab上面的环境 在左边 在左边这个Navigator的部分呢 各位来看一下 这边是所谓的所以 也就是所谓的index 那老师这边的排的这些章节 你就可以一序的去点 好 比如说点这边 它就会跳到这个地方 点这里就跳到这边 你要回到最原始 你回到这里 好 好 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 档案总管 在这里 好 档案总管点一下 那注意一下 那你在点档案总管的时候 它已经帮你去做启动的动作了 好 这时候也有打勾 对不对 然后Rain跟磁碟机都给你了 所以这时候呢 它已经帮你 启动了一台主机在云端 好 那以后还会教各位 因为R的部分环境的话 它没有办法跟你Google的云端硬碟 连结 所以说每次在分析的时候 你的资料都是Upload 上传到这个Sample Data的这个 这个 资料集里面 这个Folder里面 那怎么上传 还记得吧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三个点 现在在电脑里面三个点呢 就叫做More 更多的选项 好 那点一下 更多的选项你可以去在里面 再产生新的资料夹 新增档案 或者是Copy路径 那假设我要上传的时候 就按这边 那今天这一次呢 不需要 都是用原始的一些基本资料 就不用上传 好 那这个基本环境交完之后呢 来我们就再回到我们的Index的部分 那一样这边的都可以去调整它的大小 你们可以去调整 老师的萤幕因为比较大 所以说可以像这样子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资料视觉化 那老师刚才跟各位讲的这个地方 就是你假设要在自己产生一个R的程式码 你就Copy这个 贴上去 你就可以产生一个新的 像刚才 好 那资料视觉化的部分呢 我们要用的第一个套件呢 就叫做GGplug2 那GGplug2是做什么呢 它可以在我们探索 是这个资料集的时候呢 分成两个 一个是所谓的图形化 就是我们今天的议题 那另外一个叫做量化分析 那这个量化在之前有提 可以跟各位去提过一个summarize summary 叙述性的统计 可以大概知道你的档案的大小啊 范围 那我们今天focus是在这个图形化 那为什么要图形化 为什么要量化 当然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了解 你的资料的特性 它大概的最大值是多少 最小值是多少 或者是它的平均值 或者是它的分布 最主要在图形化里面 就是它的一些的分布 好 那再找到一些 这个资料的一些的patterns 它的模型 那甚至两两之间 变数之间 它是不是有相关性 是正相关呢 还是负相关 好 那最重要也是 这个我们的资料的呈现之后呢 能够去跟别人去做沟通 好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GGplug2 好 老师这边有一个网址 你可以点选一下 好 就进来了 对不对 哎 来了 老师我现在用我自己的程式码给各位看 好 这个是目前的程式码给各位看 好 那点选这个地方 就可以到 GGplug2的官网 好 那这个官网呢 我们 如果说你 自己Google的话也可以 就是 GGplot2 好 Enter 他原则上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 好 这个选项 好 可以到这个地方 那 这个 GGplug2呢 为什么叫二呢 其实它有第一版 目前是第二版 好 那它是做土形化非常好的一个套件 好 那这边它有一个grammar of graphics 看一下 也就是这个 呃 它这个它是有一个所谓的文法 好 那 这篇书 就不用看了 因为太复杂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会利用这边的一些相关的reference 给各位去看 好 那回到老师的colab的程式嘛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就请各位大概看一下 我们做这些图形化的探索的时候 到底要了解什么 那还有一个呢 你要谁跟谁比较 也就是各位知道我们图形里面有X轴跟Y轴 我X轴要投入哪一个变数 Y轴要投入哪个变数 比如说我们的X轴投入的就是年龄 Y轴投入的就是年收入 我们想想看年龄增加的时候 收入会不会增加 好 所以说你要知道你是谁跟谁比较 那再来就是所谓的因果关系 好 再来还有一些所谓多变量 好 好 那这边我们就直接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GG PROC 2 那在R里面的 除了它基本的一个功能的坏图以外 还有一个Lexy 还有一个就是GG PROC 2 好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GG PROC 2 它 因为它是一个文法 什么叫文法 在英文里面的文法 各位都知道就是所谓的主词加动词啊 加名词啊 什么不定代名词啊 或是副词这些 所以说你才知道它的理解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GG PROC 2呢 它有所谓的这个Athetic 好 我老师把它翻译一下好不好 Athetic Attribute 也就是它的属性 好 好 看一下 这个是审美 所谓审美 其实它不是真正是审美了 就是它的一些X轴Y轴的 好 那我就 不用翻译了 我想这COPY一下给各位也可以 好 OK 好 那这边的档案你自行可以去做修改 好 点两下就可以去做编辑了 好 什么样的审美来看看 包含了什么呢 包含了它的颜色 形状 点啊 大小 线的粗细 有审美 就跟人一样嘛 你要化妆一样 好 首先也一样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在Collab上有两个区块 一个区块就是直接写R的程式 另外一个区块是写注解 文字的部分 这个R不会只写 好 另外一个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东西 这个呢是属于几何图形 Geographic 几何的对象物件 这个不是对象 是 object 是物件 好 那老师把它注明一下 你们就可以 这个你们拿到这个版本的时候应该已经改过了 不是对象 也就是物件 好 好 几何物件 那什么是几何 各位都知道几何学嘛 三角形 矩形 长方形 这些都是物件 好 这些几何图形 那几何图形呢 那在GG PROC2里面呢 老师先把这边去掉 这个目标 这个目录就先不要了 好 那我们的几何图形 Geometry物件呢 包含了点 我要打点 比如说 X等于5 Y等于3 那不是在5 跟Y在3 打一个点 那两个点之间可以连成一条线 好 那还有其他的图形 何须图 直条图 甚至各位的折线图 这个在Excel里面的图形表单 应该也都会去做呈现 好 另外还有什么呢 这个是所谓的 指图 Face it 这我不知道 它翻译成什么 柯面 有多少个这个 柯面 那我比较 柯面 我不太喜欢翻译的柯面 我反而希望它叫做指图 Face it 好 那老师就把它 笔记就写起来 Face it 就是在同一张的图表里面呢 有多个指图 Face it 好 那再来还有一个叫做统计的转换 好 那这些呢都是我们 在文法里面 等一下我们会去看到的 再来还有一些的科度 这个Scale就是科度的意思 科 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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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一个 那接下來我們第三節的部分 來看一下GGplot2的文法 剛才是講到這些 包含了審美、幾何圖形、紙圖 那也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還不錯的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先把這個放小一點 你可以看到它整個的圖形的輪廓 那這個在 所以GGplot2其實類似它的圖層 是一層一層的堆疊上去的 一層一層的堆疊上去的 首先 所以說大概等一下 我們要去繪圖的時候 第一層的部分就是data 也就是你要為什麼資料 給GGplot2 X軸是什麼 Y軸是什麼 還記得吧 所以說我們就要有一個data 先要準備好 準備好之後就是審美的觀念 這個effect 就是要指定 X軸是哪個變數 Y軸是哪個變數 那決定之後呢 我想要畫什麼的幾何圖形 等一下我就會跟各位去講 有哪些的幾何圖形 那在GGplot2上面 可以看到更多的幾何圖形 那你要不要在同一張畫板裡面呢 多畫幾個face it 也就是指圖 那指圖裡面 你要不要做一些的統計的圖表 那再來就是coordinate X軸 Y軸的一些的設定 最後呢 他也提供了一些主題 一些場景讓你套用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大概基礎的課程 就談到這裡 這邊就各位自己對應一下 資料來源 那首先 當然我們在做GGplot2的部分 一定要去做installation 安裝 要去做這個install GGplot2 那這個套件當然你要知道 你才可以安裝 那安裝完了之後 我們接著是做載入的動作 那全世界 R裡面有一萬五六千個這個套件 這個在第一節課的時候 各位做過練習 那麼多的套件 都是協助於你在做 我們財經的分析啊 大數據的分析 是很有用的 好 那我們現在第一階段 先讓各位去安裝 因為我們這個是新的一個環境 不是在我們自己的筆電 所以說沒有辦法 我們每次要用Google的這個collab的時候 都重新要去安裝 我們相對的套件 好 那這個在轉的過程當中 也就是再去做套件 好的安裝 好 執行 那我們就稍微等一下 等一下老師也會在R Studio 教各位怎麼去做安裝 好這個已經安裝好了 就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接下來請各位呢 先去做這個 先練習到這個部分 先練習到這個部分 先練習一下